大家好,欢迎来到Phoebe's Kitchen,菲菲小厨 今天为大家示范鲜虾大馄饨 因为上次的虾仁跟酪梨茶圆小点剩了很多馄饨皮 所以今天就想来把剩下的馄饨皮做成鲜虾大馄饨 首先把绞肉准备好 然后呢,把姜磨成姜末大概两小匙 虾仁剁碎 与刚才的姜末一起放到绞肉里面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也要放入我们的调味料 盐,胡椒,酒,酱油 搅拌到有点出筋 再放入一大匙的油葱酥 盖上保鲜膜 放冷藏30分钟左右 30分钟后我们取出内馅 准备要来包鲜肉馄饨了 首先在皮的中间放上一大匙的内馅 再把四周涂上水 增加它的粘着性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对角折起来 粘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三角形的两边 再把它抓过来 结合起来 我喜欢把它做成一个圆宝的样子 放上一大匙的内馅 四边涂上水 然后对角线折起来 然后两个尖角呢 粘住把它整形成像圆宝的样子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很快就把它全部都包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煎蛋皮 我用了两个蛋打散以后 加入一大匙的太白粉水 然后呢先放一半到锅中 这个量大概可以煎两张蛋皮 另外一个汤锅准备来煮汤 油热后 我加入两大匙的油葱酥 爆香 闻到香气以后 我倒入两杯的水 让它煮滚 另外一个锅中把水煮开 把刚才包好的馄饨 把水煮粉丢下去 煮好后呢 盛到碗中 此时另外一个锅中的汤呢 我们调味加上盐 胡椒 然后呢 把我今天准备好的青菜也一起丢下去 再让它滚一下 滚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汤盛到我们的馄饨里面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菜 我用的是菠菜 事实上家里有什么菜都可以 小白菜 甚至青江菜都好 然后上面呢就放上刚才的那个蛋丝 再撒上一些海苔 淋上一些许的麻油 这样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为大家示范的鲜虾大馄饨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